好 6點15分了 要來關心天氣 昨天封面通過 下的雨好大 真的是狂風暴雨 一度在中部的山區 還出現了豪雨特暴的情況 不過在昨天晚上 浴室就逐漸緩和下來了 不過你有沒有發現 昨天晚上開始 涼涼的風開始吹下來了 這是東北風的風向 所以今天早上 各地氣溫就明顯的 比前兩天來得下降了 你看到現在台北 大約99度多 新竹20度 台中21 甚至到嘉義也只有22度 今天早上最低溫 大概就是淡水的19度左右 很明顯的 這個氣溫出現了一字頭 是偏涼的一個感覺了 所以今天早上出門 提醒大家 真的是要加件外套 而且今天的夜裡 到明天清晨這段時間 也是會這樣子 比較偏涼偏冷的一個情形 提醒大家多加個留意 至於今天下雨的狀況 是緩和下來了 我們來看看 衛星雨的部分 封面的主結構 已經逐漸通過了 但是尾巴還有一些水氣 所以今天看起來 東半部地區啊 還會有一些下小雨的情況 另外就是南部 還會有一些飄雨的情形 而中午過後 這個南部的山區 可能還是會比較容易出現一些比較大的雨勢 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 至於北部地區呢 當然還是在飄雨啦 整體來講一天陰陰的 濕濕涼涼的 所以今天一整天 感覺上來講 這個氣溫 有一點點回到冬天的那個感覺 就是感受上來講就是偏濕偏涼的 那一整天的氣溫 北部地區大概就是22到24度 所以跟前一陣子比較偏熱的天氣情況比起來 今天好有了好明顯的改變了 那雨具建議大家還是帶在手邊 備用比較保險 再來我們就要看看今天的雨區預測了 跟昨天稀里哗啦的大雨 全台都有下的情況比起來 今天看起來比較偏重在山區 然後還跟台東跟屏東的部分 另外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南部山區 可能在中午過後下半天 還會有一些比較大的雨勢 看起來量度是比較多一點的 提醒大家多加的留意 而到了晚上 看起來在下午這一波的降雨 逐漸減緩之後呢 晚上開始各地降雨的情形 就會比較緩和下來了 明天開始的天氣 大概又會恢復到相對比較穩定 有機會可以看到 陽光的天氣形態了 再來我們就要看看 接下來天氣走勢啦 我剛剛提到 今天還是會有下雨的機會 那明天開始會恢復到 比較穩定的天氣形態 大家可以看到星期四星期五這兩天 北部地區其實大概是多雲 或是多雲到期 那白天的高溫27 29度 開始逐漸的上升 但是在夜間清晨的低溫 其實跟今天早上差不多 還是容易有出現18 19度的低溫 所以星期四星期五這兩天 大概風向還是東北風 還是屬於早晚比較偏涼的形態 白天相對比較舒適 星期六開始東北風就停了 開始要轉風向了 東風南風開始進來了之後 溫度就會開始上升 特別是在接下來週末之後 一直到下個星期二的 這個5月1號勞工節放假這一天 偏南風的風向 很容易在中午過後 在北部的山區 造成一些午後雷震雨的情況 要提醒大家多加的留意 那至於中南部地區 中南部地區當然了 今明兩天在夜間清晨這段時間 稍微也是比較偏涼一點點的 溫度大概20度左右 但是白天都還是可以回升到30度 甚至到了星期六星期天 開始吹偏南風之後 南部地區又要上海到32 33度了 又是一路非常悶熱的天氣上去了 下個星期目前看起來 還沒有明顯的系統 所以炎熱的天氣可能大概從星期六開始 又會開始出現了 這兩天稍微比較涼爽一點 比較舒適一點 大家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囉 好 再來我們就看看 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測的部分啦 今天在北部地區高溫 當然就是稍微比較偏低一點 雨比較適涼 大概台北22 到新竹苗裡大概是24度 10%的降雨機會 現在還有一點飄 但白天之後雨是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你怕淋雨帶個雨具 那中部地區大概是山區 降雨的情況稍微比較明顯一點 你可以看到雲林的山區 跟南投的山區 跟嘉義的山區 降雨距離相對就比較高一點 白天的高溫有27到29度 不到30度啦 不過南部溫度就比較高了 南部雖然在屏東是有飄雨的機會 40% 相對來講降雨距離在西半部地區是高 但是高溫還是上坎到30度喔 好 東半部地區 今天也是比較偏適涼的天氣形態 特別是台東的降雨機會會比較高一點 高溫的部分在23 24度 外島三個地方 今天氣溫相對也是比較舒適的形態 你看24 26 降雨的話澎湖有10%的機會 那最後我們來看的是這個空氣品質的部分了 拜昨天這個封面通過跟今天東北季風 比較強一點所賜 空氣品質狀況看起來是稍微舒緩了 不過今天還是有機會在高屏地區 以及馬祖金門出現橘色提醒的警示 這個橘色的污染狀況 所以高屏跟金門馬祖的觀眾朋友 稍微還是要留意一下空氣污染 其他各地的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可以大口呼吸一點了 不過比較嚴重的過敏氣喘的觀眾朋友 提醒大家 口罩還是要記得隨身洗帶帶 以上就這集最新的天氣信息啦